Gazara泉 答中問題 兩kumska就聘請你吃飯 Harrie...近來好多觀眾 直播給我 他們是知我7月份的生日 所以他們是希望我們何故 但真是害怕 所以搞不好 我跟Harry商量兩個 Harry你怎樣看 其實搞大約聚會真的沒有時間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 其實我們也是打算搞個小型一點 怎樣小型度 小型度 小型度真的一張桌子 一張桌子 四個人 對 四個人 打麻將我們 我跟Harry商量兩個 我們將會在8月25日晚上 會搞一個很小型的聚會 因為如果大約聚會 可能真的要搞幾個月 聯絡各樣東西 找場 為了多謝我們一班YouTube的觀眾 一直被人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就可能會搞到超小型的聚會 這個聚會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生日飯 那這個生日飯是怎樣的呢 就是有些座位有限 所以我們只會 可以選到10位觀眾 去吃這個生日飯的人 但是我們就是會請他們吃 即是就不需要他們給任何費用 對 其實這次聚會 其實就是 人來的 不包括住宿啊 交通啊 當然不包括 還有食物方面 大家都不用擔心 不是什麼特別的食物 像貓狗 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是一般人都會吃得下肚子的 是 但是呢 如果想參加的朋友呢 可以怎樣呢 因為 由於座位有限 我們只可以 大約只有10個名答的陣 對嗎 是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可能要出一些問題啦 那 答得最好 或者最有創意的朋友呢 那我們就在 現在至到7月31號呢 就截止的 那 如果答得最好 或者最有創意的朋友呢 我們會在8月 就會選出10位觀眾 是跟我們一起去吃這個生日飯 那 那 參加長城呢 我們呢 就將會在Facebook專頁公佈的 那如果想報名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們Facebook 兩公婆食在香港的專頁那裡 有一欄呢 是專門報名的 那有什麼需要 大家知道去參加的呢 首先呢 就是 要讚好我們 兩公婆食在香港的 YouTube頻道 和Facebook專頁的 那第二呢 就是 公開分享現在這一條片 在Facebook那裡的 那第三呢 就是 答以下三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Carmen呢 是幾多月生日的呢 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 為什麼喜歡看 我們兩公婆食在香港的YouTube頻道呢 第三呢 就是 為什麼想 8月25號來參加 我們這個生日晚飯呢 那 如果答得最好 或者最有創意的觀眾呢 那我們在8月呢 就會抽出10位幸運兒 到時呢 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吃飯的 那你說得好嗎 那 暫時 唯有都是 這個方法好一點的了 那 因為太大型的聚會 始終沒辦法搞 是 因為太忙了 那因為我7月3日 我都要近到8月25號才可以有時間 即是 去和大家 即是 那 希望 即是 參加不到朋友 就不太介意了 因為 將來呢 可能我們都會有其他的活動 可以追到大家的 那 到這個時候呢 那我們就祝大家可以 8月25號可以和我們一起吃這個生日飯 好嗎 最後呢 有個溫馨提示給大家 如果想參加我們8月25號這個生日的聚餐呢 是要在我們兩個食在香港Facebook專頁那個post那裡報名的 那如果Youtube的報名是不算數的 Youtube頻道那個 那另外呢 每個Facebook account只可以一位參加者的 那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下條片見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